运输石油的巨轮正在航行 海水却突然开始翻涌 然后一头长相怪异的庞然大物从海中站了起来 点关注不迷路 大家好 我是柯达斯基 希望所有各自爱的真爱粉能先来一波点赞评论加关注 然后跟着我走进这段怪兽之王不为人知的传奇往事 在所有人的惊诧中 那头怪兽已经飞上半空朝着游轮扑来 它是漫威原创的怪兽巴拉贡 它长着蝙蝠的翅膀和蜥蜴的身体 尖锐的爪子就像一把把利刃 丑陋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钢铁铸铸造而成的船身在它的利爪之下 如同玩具版被轻易的撕裂 发出一生生尖锐的嘶泥 然而这种响动却吸引来了另一头怪兽 它毫无预兆地浮出海面 火焰从它的口中喷勃而出 不断烧灼着巴拉贡的身体 它正是与冠军小队一战后便消失了的格斯拉 侮辱其来的猛烈攻势让巴拉贡受到了惊吓 但下一秒它就已经回过神来 与格斯拉纠缠在一起 锋利的爪子在对手身上又抓又挠 格斯拉立刻转变战术 打算拉着巴拉贡潜下深海 但是巴拉贡却挣脱了它 然后展翅飞走 格斯拉也立刻浮出海面追击而去 带两头怪兽的身影远去 一艘科技感十足的潜艇却浮上了海面 巴拉贡竟然只是恶魔博士为了窃取石油的先头部队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伤痕累累的巴拉贡来到了阿拉斯加的一座小岛 然后静止飞入了一个火山口 追击而来的格斯拉一时失去了目标 而在火山深处一块陨石正在发出光芒 映照出四头怪兽的身影 这些梦魇一般的巨大生物全都是恶魔博士制造出来的生物兵器 不仅如此 恶魔博士还抓来了很多艾斯基魔人 强迫他们日以继夜的挖掘着陨石碎片 违抗他的人都会遭到残忍的对待 恶魔博士是漫威早期的反派之一 原型来自于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一师死亡天使 是一个企图利用生物基因工程征服世界的邪恶之徒 枪声吸引了正在游荡的格斯拉 眼前这些穿着怪异的人似乎让他感到愤怒 他喷出火焰便将恶魔博士的爪牙们全部烧成了一堆灰烬 然后格斯拉感应到了隐藏的怪兽们 于是奋力地朝着火山口爬去 恶魔博士为了避免基地被毁 只能再次放出巴拉拱 两头怪兽就这样纠缠着滚下了火山 失去了飞行优势的巴拉拱没坚持多久 就被格斯拉一头撞倒 然后彻底凉凉 当格斯拉再次朝着火山口攀爬而去 天边却突然出现了一群直升机 神盾局的八级特工杜根在这个时候竟然追了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